前盧石戰記總監製作卡牌遊戲新作《Marvel Snap》曝光 永捷無間手機版釋出開發中實際畫面 讓不少玩家沉迷的 Roguelite 射擊遊戲槍火重生 也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遊戲將進入不同領域中 展開刺激的死亡輪迴 在槍林彈寧的戰場上 玩家要使用各式各樣的遠程武器 像是十字弓、雷擊手套或是重型機槍 這些武器都有著不同的作戰風格 還會隨機搭配詞綴升級武器的性能 在冒險時 玩家還能夠藉由滅捲以及晶爵 來替角色獲得全新的被動技能 就算不幸陣亡 還能夠使用沿途蒐集的金魄 來永久提升角色的屬性 但如果還是打不贏 放心你還能夠快速找隊友一起通關 這樣就算陣亡也有人可以拉你一把 手機版還新增了自動射擊的功能 讓射擊苦手的玩家 也能夠輕鬆享受爆頭時 那獨特的叮噹聲響 喜歡射擊遊戲的玩家 就趕快重來重生吧 西洋棋居然也可以融合 Roguelike 玩法 來看看這款野蠻戰族 Pombarian 要怎麼樣運用西洋棋突破一層又一層的關卡 遊戲的場地僅在一個5x5的棋盤上 玩家要透過手上擁有的棋子 操控英雄把棋盤上的怪物全部打倒 英雄的移動方式跟我們出的棋子有關 像是城堡可以讓英雄十字無限距離移動 主教只能斜著移動等等 利用這些步伐來打倒所有敵人 還要避免棋子停在他們的攻擊範圍內 隨著關卡推進 這些棋子會附上各種附加能力 包含額外行動次數、攻擊建設等等 好好運用手中的棋打出漂亮的勝利吧 遊戲目前有6種英雄兵種 每個英雄都有不同的能力 甚至還有日本武士 棋子是日本將棋呢 想要玩到更多英雄的話 就記得要升級到正式版喔 《神回壁》系列的Global Gear 再次推出新遊戲啦 這次是腦洞大開的RPG 休閒遊戲《魔砲學員》 玩家將來到私立魔砲學員 成為F班的學生 要跟學員中各式各樣的人進行交流 最重要的是想辦法從深接戰中戰勝對手 爬到更高的班級 戰鬥中只要長壓後放開就可以自動攻擊 移動的同時系統也會自動瞄準 非常方便 除了有魔砲等遠距離武器 還可以跟換武器進行近距離的攻擊 遊戲還有遮開的換裝和扭彈系統 推薦給想要輕鬆享受舒壓玩法的你來玩喔 Graft Car Racers 是一款集結了美國老爹、蓋庫家族、一家之主 和外星眼淡明等美式卡通主角群們的卡丁車對決遊戲 遊戲操作非常簡單 沒有困難的賽車技巧 只需要方向劍和甩尾劍來控制卡丁車 在道具賽中盡可能的撞擊盒子來獲取道具 接著利用道具陷害對手取得更高的名次 在關卡模式中 每關都有各自的勝利條件以及成就目標 完成越多的目標就能夠累積機嫌值 獲得新的卡丁車或配件造型 以及解鎖新的角色 其中也設計了許多主題性的趣味關卡 例如Bunk 大戰 擊中最多對手就可以獲勝 給你不一樣的賽車競速的樂趣體驗 有著狂氣兔兔和可愛貓貓的有病之作 推出了全新手機遊戲Game Start 異世界極道傳說 故事描述現實中的黑道主角 此後轉生到異世界再次開啟極道人生 玩法採取翻轉符文消除的方式 總共四種符文對應不同的職業發怒攻擊 你也可以只專精一種符文 透過角色的被動和主動技能增加想要的符文 來達到多combo 打出大傷害 商店畫面特別做成了占卜的感覺 只要25抽就一定可以帶走關鍵角色 抽到三個關鍵角色 還可以直接拿走全部的獎勵 能夠多快抽到兔兔和貓貓 就看你的運氣囉 Ubisoft 旗下的大逃殺遊戲再加一款 俯瞰續角動作玩法的全新大逃殺首席遊戲 狂野競技場幸存者 Wild Arena Survivors 你能夠成為最後的幸存者嗎 遊戲支援最多40人亂鬥 所有玩家都要預先選擇好角色 準備被投放到荒島上 角色的主要武器和技能是固定的 有的角色使用槍械 也有使用砍刀為主武器的角色 不過可以透過開啟散落在各地的寶箱 拿到各種強力的輔助道具 例如補鞋、手榴彈、隱身煙霧等等 還能夠利用島上的稀有礦石 強化身上所有的武器、技能還有道具 讓他們威力更強 遊戲目前共有10 名各具特色的角色 你喜歡用近戰快速收頭 還是用步槍來收個魚翁之力呢 Damage God Engine 是一款單機槍的策略遊戲 玩家將扮演指揮官 帶領自己的軍隊一步一腳印擴大領土 在我們下達作戰指令後 部隊就會自動前往戰場 與敵人交戰時 也可以切換到戰鬥現場觀察戰況 遊戲內沒有類似經驗藥水的道具 若是有喜歡的角色 可以積極讓他們出征增加經驗 各個角色除了自己的特色技能之外 還可以再攜帶一個技能 這些技能沒有限制 可以自由更換 精緻的人物設計和簡潔的介面 也讓人玩起來相當舒服 有興趣的玩家不妨下載來試試看喔 開放世界 MMORPG 手機遊戲新作諾亞之星 最近展開了封閉BETA測試 遊戲不走傳統的職業選擇路線 想玩什麼武器都隨你選 地圖採用了超高自由度的開放式世界 不僅畫面精美還有就業輪替 栩栩如剩的世界簡直是要讓手機燒起來 在這廣大的地圖內 我們能夠使用噴射背包飛上天 或是勾索道具爬上高處 在野外馴服馬匹 解開藏在各處的謎題 遊戲內還可以抽各種幻靈 帶他們一起前往各種異世界副本冒險 或是讓他們平衣在自己身上 使用他們的攻擊技能 遊戲目前展開封閉測試 可惜還沒有公布正式的上限日期 想要在手機上體驗如同 交際才有的開放式冒險遊戲 就好好期待諾雅之星的正式推出吧 喜歡Kitty、Melody、布丁狗或是KikiLaLa嗎 這款三粒歐明星的迷你樂園 集合了所有三粒歐可愛的角色們 並替當中的十位明星角色 量身打造了十款懷舊小遊戲 再將它們放到小禎當中 整個畫面看起來簡直就像是 三粒歐的主題原優會一樣呢 小遊戲都相當的簡單好上手 像是HoloKitty 的甜點收集 只要在畫面中點擊甜點 記得不要收集到其他東西喔 大耳狗喜拿的緊張刺激咖啡廳 在指定時間內要將餐點送上 客人們一次點那麼多道菜是要怎麼送啦 其他還有KikiLaLa、蛋黃哥、酷酪米 不同明星搭配不同玩法的小遊戲 在這麼多遊戲當中你的目標就只有一個 就是要努力在關卡中挑戰最高分 每天在遊戲內還擁有一次角色排名投票機會 為自己喜愛的三粒歐明星投下珍貴的一票 送他上第一名的寶座吧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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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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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